桃園一间军方所属医院传出院内染疫事件 医院加护病房护理师护理师家属 还有病患等次元接连确诊染疫 桃園市府方面证实两名染疫的护理师 在两周之前已经接受了疫苗注射 但延远躲不过病毒的袭击 目前军方配合防疫人员正在紧急处理 医护人员依序排队准备接受快筛裁剪 位于桃園龙潭这座国军所属的军医院 19号下午爆发院内集体染疫事件 令人关注的是两名染疫护理师 早就已经完成疫苗接种 目前就我们的了解 两位护理师都有接种疫苗 那大概都在两周以前 这四位确诊的个案 他们是在同一个区域 所以我们也针对该区域进行清除 然后相关的人员清销 然后相关的人员我们也做了隔离 医院确定群聚染疫立即启动全面快筛 同时进行人员降载 加护病房同楼层病患 通通匡列隔离 防疫人员进驻医院进行疫调 暂时无法确定医护人员染疫途径 军方确定要大幅缩减医院的看诊能量 昨天就有四位感染 那我们已经开始处理 那全面的裁剪结果又有一些状况 我们今天下午会报告 那这个目前该医院我们会采取 指出不进 那会暂停或者减缓这个所有的门急诊 医护确诊全面快筛 虽然部分医护人员在执行的时候 穿着全套防护衣 但还是不敌病毒趁吸而入 目前快筛结果陆续出炉 疫情状况是否会扩大 台湾市政府表示会公开透明 及时跟中央联系 并且对外公布 记者谢祥林 台湾报道